拍 拍椅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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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YSKM怎麼說呢 感覺他 剛打了幾把球時很加人驚訝 驚訝 後面就開始 變摸透了 我覺得他也是有點壓力的吧 我覺得他 應該向哪名選手學習呢 李寧記了上當紫卡學習 不是說前面有個人 去基地叫他玩的嗎 那個祖母 祖母嗎 對啊 主要是什麼主要YSKM 他打遊戲 跟那個什麼跟那個李寧記上當 紫卡差不多啊沒有隊友會靠他 會去幫他 但紫卡自己就能玩 但是YSKM感覺有時候 一個人玩有點吃力 感覺 軍蛇這波分析得很好耶 越想越多越一些句話 真的假的呀 真的呀 真別尬尬啊 AJ 古有一次LPL頂級三單 只要比賽看多了呀 比賽看多你看IG的比賽 打野幾乎不往上跑的呀 跟那個李寧記的比賽差不多的 不往上跑的呀 當你打野不往上跑的時候 你每一波換血都要想清楚 你換了血之後會不會被躍 會不會被抓 要想很多的呀 我三單數就有人幫了呀 看是哪個隊伍啊 我在BLG曖昧的時候 打野只幫上的 要我800MP 現代版本也有打野會幫上的隊伍啊 什麼BDG啊是幫上的呀 打上路隊伍什麼 OMG也打上路的呀其實 就三級哥 三級其實強的點也是強的 他會很會搖人你們懂嗎 就是他搖打野上來之後 能幫他拿到優勢 打野也會舒服 都是他幫你你幫我嘛 他不喜歡都是 對 像什麼BLG就是 就很喜歡幫上 就喜歡幫BIN去抓 MG曖昧